面对最宠爱的妃子 康熙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昨一天 因为三道奏折被扣的事 终于查到了所额图的头上 就在他兴冲冲的上演了一出大戏 准备收网的时候 不想居然被兵部的两个小虾米给顶了罪 善后知事做得那是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尾巴 这让康熙憋了一肚子的火 却无处发现 本打算找来荣飞聊天解闷 没想到被早有准备的会飞结了胡 再次说起他儿子硬士的事 就连荣飞都在鞋旁助阵 这让他感到筋疲力尽 为了后宫的清静 只得给老大安排了一个兵部左侍郎的差事 希望他能真心做出正绩 不想着孩子也不学好 得了便宜还卖乖 趁机说起了一件事 原来半年之前的攻台作战计划 根本不是太子所出 而是索额图在背后出谋划策 这没落正是兵部私下扣押奏折的其中一人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没落为罪自禁就说得通了 肯定是索额图在背后要挟 不得不斩断脚跟 其狠辣程度可见一般 可是这内部的党争却已形成 看似憨厚的老大也心思不纯 想到此头痛欲裂 以前这两兄弟还能和睦相处 如今看来还是自己过于乐观了 所以再看荣妃也不香了 这件事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 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和惠妃他们是一伙的 什么尊杰裁剑 朕查过了 后宫的银子一个没少用 反而多花了两千三百两 现在惠妃成了后宫的主持 这个准皇后还不是你推荐的 荣妃内心彷徨 对于政治点滴的她 只得求助孝庄帮助 后宫不安皇帝怎么能好好地工作 所以老太太再次搬出了以前的那一套 今天我可是真格的 把皇上托付给你了 你要把皇上当成世界上最亲的人 你要永远善待她 陪伴她 对于眼前这个孙媳妇 孝庄还是比较满意的 皇帝也是人 也需要有人宽慰 这么多年的相互陪伴 你在她心里的分量是别的妃子比不了的 荣妃听后热泪盈眶 开导完这头 孝庄决定继续开导孙子 也只有她能解开康熙心中的困惑 一看到奶奶亲自过来看望 康熙的气顿时就消了一半 此时也唯有在奶奶这里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当即说出了自己的焦虑